春夏來新王起離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節目的現場 我們特別邀請到了 旅讀的副總編輯 吳欣怡 哈囉 欣怡妳好 哈囉 頌云哲好 聽眾朋友大家好 天氣冷了 講話舌頭都會打結 真的 不過錄音室還好啦 我們至少有這個 就是燈還稍微暖和一點 不過大家注意保重一下 好 這一次旅讀的主題是 向未來旅行 其實我看完了這篇報導之後 我自己就覺得 哇 原來自己跑了這麼多國家 但是有好多小細節沒有發現到 而且現在大家其實利用科技 或利用一些新的知識 把這個就是旅行的方向 其實導入更環保 更愛地球的方式 所以這一次向未來旅行 會有東京 紐約 上海 重慶 跟新加坡這五大城市 那欣怡跟大家聊一聊 選這五大城市的原因是 其實呢 向未來旅行這個題目 就是真的很適合在那個一年 對 歲末年中 對 歲末年中的時候 然後全球旅運又要複蘇的時候 然後就是開始來提供給大家一個新的未來的想像 那選這五個城市呢 有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呢 首先我們要選它是一個大都會 因為大都會通常它會作為那個都市建設的一個實驗場 所以呢它有一些比較新的觀念 綠人環保永續等等的它這些新的企業或者新的建築 它會在這些越大的成功就變成指標 對 然後就成為後人開始模仿的一個指標性的城市 那所以選大的然後選大家熟悉的熟悉的但是我們在裡面 容易去到的 第一個 對 因為現在在那個旅運還沒有完全恢復的情況下 一定是去那些大城市它的那個航班相對會容易一點點 剛剛其實心有問我說 欸 秀人姐你去新加坡的時候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 然後你去其他地方 因為我真心沒注意 那有些是比較新的設施 但是有一些其實它科技就不斷在我們身邊慢慢的延展 然後更多的環保綠能 然後這些節能減碳的這些功能 其實在都市的發展裡面也變成一個非常重要 包括綠化 所以我們其實真的在旅行的時候 除了吃喝玩樂之外 我們也可以眼睛多瞄一點 然後多聽一點這些些像你們報導的這些知識 那所謂的向未來旅行 也就是說其實這些科技還在不斷的 向未來延展發生中 對嗎 對 因為其實未來 我們其實在開始籌備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們也有跟幾個作者大家一起在討論 我們要寫的未來到底是什麼 然後最後其實比如說我們現在當下 其實也就是可能50年前的人的未來 然後其實所以我們這個整個專題裡面 其實是從以前寫到現在 我們有先寫過去的人對未來的想像 就是比如說曾經在60年前 就有一個義大利的畫家 他就已經想像2022年的時候 在這個街道上面會是有這種保護罩 保護罩這樣子個人的自動駕駛的汽車 然後還有過去好多的電影 影史的經典電影比如說《銀翼殺手》 他描繪就是2019年的洛杉磯 我們現在都已經度過那個時間了 但是再回頭去看過去的人 對當時的想像 2030年前就這麼厲害 對 非常有趣 然後同時也看我們現在當代的人 對近代未來的一些想像 他們會體現在比如說一些很前衛的建築當中 然後體現在綠南的交通當中 就他們考慮的都不是當下 很多考慮的是為了以後的子孫 還可以繼續就是使用這些資源 所以來做這樣子的城市規劃 對啊你剛剛講說1962年那個 意大利的畫家叫什麼Watermolinos 他的這個厲害 他真的是非常適合我們現在疫情期間的這種發展 而且感覺起來好輕便小巧 然後真的保護力百分百 對他就是一個玻璃罩 然後你每一個人是獨立的駕駛座 就是一台車只有一個人 真的就是一個剛剛好只有站著一個腳的位置 然後也節能環保對不對 然後也省地方 然後不像現在一個大車子要停好大地方 然後大家都找不到停車位 所以未來其實這些都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那我們尋訪五座未來之城 那我們先來看看最近其實他最熱門的 應該是日本對不對 日本真的就是他開放以後 就真的是身邊大家應該都有感受到 親朋好友分分的到日本 那日本就已經這麼熟悉的地方 還要怎麼玩出心意呢 對好我們待會在下一段節目當中 請心意好好跟我們大家一起來分享 我們先來聽聽JS的未來 馬上回來 之後來今晚起離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旅讀 我們的副總編輯 也就是我心意特別來跟大家聊一聊 像未來旅行的概念 也是一種致敬的方式 就是因為他們真的非常的有心 用他們這個就是智慧跟高科技的方式 來讓我們更了解這個世界需要些什麼樣的東西 科技不是永遠是破壞 科技常常其實也是一種建設 比如說3D列印 然後我們剛剛特別講到說 日本其實走在很前端的部分 其實這一次就是有好多的朋友都到東京去玩 所以東京有一個宮崎駿的動漫超前環保意識的展館 就是吉普利是吧 吉普利他是在11月的時候 他新開了在那個 就是上個月喔 在明古屋那邊 他新開了一個吉普利的公園 他就是既東京的那個吉普 什麼三英之森美術館之外 就是還有一個新的就是吉普利動畫迷可以去的地方 然後其實為什麼講宮崎駿呢 因為宮崎駿的動畫他真的是 有預言能力 對不對 天空之城燈以後就會飛到那裡了 很早就是天空之城在1986年的時候就上映了 然後1984年的那個風之谷 他們講的其實都是很像的 就是他是一個人類科技已經被破壞後的未來 然後他裡面記憶的包括永續環保意識 還有反戰 我都懷疑宮崎駿是不是時空旅人 對 回來提醒我 對 他就回頭看 反正很多人就當動畫片看了 但是等到可能比較大了之後回去看 就會覺得他裡面其實真的 運談了很多很重要的一些 尤其是他特別重視環保對不對 對環保然後還有勇士的概念 那像這次的那個吉普利公園 他據說已經有幸進去的人分享了 他裡面就是會有很多經典的動畫場景的還原 對 而且現在是據說完全訂不到對不對 你的朋友上個月前幾天 對 這個月 之前他10月底是影域 然後11月開放 就好像那時候就已經要訂到1月的門票都沒有了 所以這段時間其實1月也是我們的農曆年 可能也是連續假期等等的 大家如果要去的話可能要及早問一下 是不是有沒有辦法去訂到 這個就是在鳴谷屋的部分 那東京的部分呢 東京的部分呢 我們其實會覺得說 因為作為這個 塞伯龐克流派的這個電影流派的很多動漫作品 他的故事發展地 那所以東京真的是你要去講一個未來的時候很難避開的地點 然後我們這次其實會講東京是從南原勇士的角度來出發 都是從最早的戰後的那個戴亞首席的動漫 原子小金剛 無敵鐵金剛 然後哥吉拉這些開始 其實這些戴亞首席的作品裡面都有環保意識喔 而且你看哥吉拉跟他們大戰的部分 踩的都是東京的這些高樓大廈 轉眼之間 砰一下就碎成碎片了 對還有這些作品裡面很多的怪獸 他其實都是吃核廢料或者高壓電 或者人類的污染源壯大到人類無法對抗的時候 有個英雄出來救你 所以其實 是我們不斷在餵養他 對他其實蘊含著就是在二戰後這個 日本一代人他們是對於這個新人員的一些恐懼 然後他們對於環保的一些訴求 所以你說你的同事們都特別喜歡這一篇對不對 他們覺得很有感 而且這些主角們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 對他真的是陪伴80後90後成長的一些動漫的主角 然後你再回頭去看 就跟宮崎俊要你回頭去看 發現他們真的講的就是不只是說一些友情愛情 他講的更深 而且你可以看到其實在日本的不管是觀光旅遊業 以前早期的像是這個就是地鐵啊電車啊 或者是子彈列車啊他們永遠都是先驅 然後其實真的包括磁服這些部分 也都是高科技的一種表現 那他們其實也你去日本的時候 你會發現就好乾淨喔對不對 而且他們感覺上好像人也不會過度的去膨脹自己 比如說吃的自己肥嘟嘟的啊 然後什麼都是有一個健康的理念 或者是有一個就是比較永續比較安全的方式 保護自己也保護環境 對吧 對日本他作為一個島國嘛 然後他的資源其實先天很有限 然後又在那個戰後收到很大的需要重建 對 所以他們其實是非常努力的在全面的擁抱這些科技 然後來重建這個城市 但是我有時候覺得日本人感覺上好保守好謹慎 但是他們在做這些不管是設計各方面 或是科技的領導也蠻大膽的對不對 就是有讓大家世界的人驚豔 這也是我們選東京 就是一定要作為亞洲城市其中一個代表的原因 好那紐約也要談一談 對紐約又是一個水泥叢林 在好像是一片的水泥叢林裡面 密密麻麻的 而且在那邊一定有她 對不對 就是不管是地震也好 然後或者是什麼這個就是外星人降落也好 明天過後那種 就是裡面一定有 通常都有一個那個自由女神 就是轟然倒地的形象 這麼黏真可憐 什麼樣子都有她被摧毀的時候 但是其實反過來想 你就可以見得這個城市的代表性 就是她作為在就是曼哈頓島上 她其實範圍不大 就是她跟北投局差不多大的範圍 可是她有一百六十萬人口 蠻密集的齁 北投是二十五二十六左右 所以她這個五六倍多的人口 她要怎麼樣 就讓他們在都市裡面 就是又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生活品質 所以他們就必須不斷的這個突破 不斷創新 那比如說摩天大廈這樣子在那個紐約 哈德遜河這樣一片摩天大廈的景象 那或者是我們這次專門介紹的 一個新的地標型的建築叫做容器 它這些都是立體型的 這個建築太美了 這是什麼時候代成的啊 它是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是這個建築師 它嘛是赫斯維克 就是英國那個上海士博的時候 那個英國館的建築師 那個設計師 這個很特別齁 不過那個就是新有剛剛特別跟大牌講說 現在只能開放一樓 但它其實是像一個真果一個碗狀這樣往上再收合 所以它其實是很特別的就是全部都是階梯 立體型的步道 立體型的步道 而且那這個是可以半路走不動就走回來 因為它有1.6公里 它全長有兩千多個台階 然後就是有八十幾個平台組合成 我覺得可以想像成很像那個電影全面啟動裡面 就是不斷連接的樓梯 很像一個夢境 從哪裡上從哪裡下 然後這種方向 我就其實租給我一個平台 我去買咖啡應該就賺飯 我去賣雜誌 你還是比較有文化修養 不過其實講到這一點 我們待會兒要來看看 這麼多國際大都會 他們都是怎麼做到的 我們有些什麼樣可以借鏡呢 在下一段的節目中好好跟大家分享 也歡迎大家去買這本書 中華雷星王 起立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 我們特別邀請到了旅足的副總編輯 就是吳馨宜向未來旅行 跟大家一起報告一下 也就是很多的朋友 其實三年都沒出去了 對不對 所以馨宜其實他們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想法 就是希望大家看點不一樣 然後看點更進步 看點更神器 對不對 對就其實是在這些經典的城市 然後大家可以再去想 已經去過的人 是不是有些讓你耳目一心的點 或者還沒有去過的三年了 終於有機會可以 但是我老實說 紐約我大概也有十幾二十年沒去 我以前在紐約住了還蠻長一段的時間 現在發現紐約的變化真的蠻大的 是吧 對我們這次寫的方向 其實是盡量就是找曼哈頓 然後裡面一些比較新的東西 然後當然有一些 比如說綠色的這個高空中的這個高空綠道 highlight這個很經典的作品 2009年建成的 那這種還是一定要提到 但除此之外呢 我們就盡量講啊 比如說2021年新開的這個離島的生態公園 叫做Little Island 小島就是Little Island 這個好可愛喔 超級可愛 像切出來的吐司 它就像一個方形的小島 然後就是用兩條走廊是跟這個大地在連結 這個小島是造出來的對不對 它下面可以看到很多支架 它是有一點就是防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55號碼頭 是那個鐵達尼號出發的地方 所以它其實有一點在防那個鐵達尼號的船身 那它就是要來紀念這樣子一個歷史 那同時它其實目的是打造一個在 可以讓你逃離曼哈頓的這個都市叢林 逃離曼哈頓也是一個電影的感覺 覺得後來都是到了世界末日 所有東西都是毀壞的 然後這個黑色的或者是燒焦的那種感覺 大家就要跑 連星星空氣都沒有的時候 你可以想想多恐怖對不對 對這時候就要看看這種小島 綠意盎然的小島 而且我覺得人家的那個就是城市美學也很棒 就在斷牆破瓦之間 然後弄一個這個鏡子的反射 可以看到藍天白雲 所以一樣的就是其實這些的部分 也就是告訴大家 就是你可以其實在有限的環境當中 尋找這些就是還沒有失落的一些綠意 跟環境保護 就是從這一點點開始我們要擴大它 就像我們常常看到說 這個世界好像其實每一年 都有些物種不斷在毀滅 然後再消失再滅絕 如果我們做點努力的話 現在還有科技可以再富裕對不對 所以要像熊貓這種團團 心疼的團團 上海做的也不錯耶 上海十里洋場一直是很厲害的 上海大家最強烈的印象就是 浦東浦西這個外國的建築群 租建那些法國巫桐的很美麗的形象 法國巫桐會造成呼吸像的 扣體了我們開場的時候 真的喔你這裡面有寫對吧 總之呢這個我們這次呢就是撇開 就是大家已經熟悉的外灘 徐家會啊 士博這些地方我們講了一個 就是在冰江沿岸一個新崛起的藝術的園區 它叫做西岸冰江西岸走廊 那這個地方呢其實它有非常多 非常具有創新的 而且是從建築本身就很有未來感 就彷彿一個飛碟這樣子 所以它是一個大區域對不對 是一個大的區域 在陸家仔外灘 士博園區 然後前灘你們有畫一個地圖嗎 就是告訴大家這一整塊區都算是這個 就是西岸走廊 就是其實它是在黃浦江就是沿岸 就在前灘的對面的地方 它這塊地方是西岸 那我們畫這地圖呢是顯示 它跟其他地方的周邊的相對關係 那西岸這個地方呢就是它最厲害的 就是它有很多國際的美術展館 它坐落在這個地方 而且其實它以前是一個工業園區 它有那個廢棄的機場 廢棄的這個紡織廠發電廠 然後還有以前的那種牲口的屠宰廠 感覺上以前都沒有什麼生命力的對不對 就是灰灰暗暗的那種感覺 現在一變搖身一變超級科技感 就變成遍地都是這種藝術園區 西岸新渡口這是飛碟降臨吧 很特別的一個新的建築 它就是非常的冷感的一個混黏土做成的一個建築 然後它其實就是一個可以橫越黃浦江兩岸的一個渡口 而且它這個造型其實就是讓你覺得僵硬 但是它又有一些柔軟的弧度 就是你覺得它可以扭過來扭過去的那種感覺有沒有 就是很厲害 那另外像是中華藝術館 還有上海浦東的美術館 也都是新的喔 都是很漂亮的 非常有特色 我看那個上海美術館 上海世界博覽會的中國館是它的前身對吧 對中華藝術宮 它就是當時世博的那個主要視覺的那個展館 然後它其實就是榮舊於心 它就是有用以前的那種比如說夏朝的頂啊 然後斗拱啊鑽顆啊這樣子一些元素 然後但是它去蓋一個新的建築 而且它這個建築的色澤就好奇特 就是很中國紅的那種味道對不對 但我很想去看的是你們介紹的一個就是 科技藝術體驗 這個是什麼 科技藝術體驗是我們在西岸這區呢 這樣幫大家找一些就是比較特別的 包括用餐 對 它這個餐廳呢叫做紫外線餐廳 紫外線消毒殺菌 米其林三星就從它的名字 你就可以感覺出來它很神秘 那這餐廳是 它是沒有具體的地點的 就是你預約 差不多預約上的時候呢 它會在你用餐的那天就是通知你 就是簡訊通知你在哪裡集合 真的假的 然後再把你運過去 但是它不是告訴你說是在哪一個館 或是哪一個具體的位置 就是給你一個驚喜 很特別 然後提供一個就是四小時的用餐體驗 好 然後其實這個裡面真的還有很多 非常科技化的這些饗宴 上海之巔音樂會 還有這個叫做森林夜遊 森林夜遊它是一個未來劇場 就是這個劇場裡面就有森林 然後你可以在裡面一公里 兩公里的這個沉浸式的劇場體驗 所以說其實也有點像是那個就是 我們之前什麼茶馬古道 或什麼這些的就是實境的演出 對實境劇場的感受 那種感覺 好那待會兒呢 在下一段節目當中 我們再來幫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還有很多你想知道的 像新加坡這些地方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中廣流行網 起立世界 我是秀元大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 我們的旅讀副總編輯 信仪帶來的向未來旅行 真的非常有意思 就是如果說大家現在 重新開始你旅遊的步伐 停了三年以後 你會發現其實世界變了一半 有一些的你已經熟悉的部分 可能它已經不復存在的一些餐廳 或者是一些你熟悉的景致 但相對的你會看到更多可能更環保 更高科技的一些產品出現了 那重慶我覺得我們也可以來聊一聊 重慶就把它聽起來就是以前 王家衛的什麼重慶森林 感覺上其實它就是一個蠻神秘 但是又有一點就是它的立體度 還蠻高的那種感覺對不對 重慶它就是作為一個 也是一個非常人口密集的城市 然後它很多建築都是鑲嵌在 就是這個長江嘉陵江交會的這個兩岸的山坡上 然後所以它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相對於紐約我們剛才看到的是 很多是建築師前衛的想法 那重慶它其實是一個有機生長野蠻發展出來的 野蠻發展是一個什麼講法 就是它不是一個提前規劃好的 然後非常工整的都市 但它很有趣 因為其實想到工整都市 會想到巴塞隆納那種奇葩格 可是重慶它是亂中有序 我這裡長一顆那裡長一顆 而且它就聽說它是可以在那個 比如說你從一樓進去一個大樓 但是你要從前門進去一樓 但你要後門出來的時候發現已經在五樓了 就是它是一個衣山而建的這些部分 所以你有時候其實你搞不清楚 你到底是在身在一個什麼水平的位置 是的 我們外稿其實就幫我們分享很多 就是它把重慶描述成一個像是遊樂園一樣的城市 那個城市裡面它就有各種各樣的有趣的交通工具 然後這個旋轉道路很厲害吧 旋轉道路它是一個六層的螺旋形的一個道路 但看起來仿佛停車場一般 這個螺旋道路如果你在美國 或者是你在其他地方就可以看到 台灣也是啦 就你從空中覆蓋的時候 因為我們都有一些環狀的回轉道 它這個回轉道也太小了吧 而且它是六層 所以應該是那個駕駛會轉暈了對不對 會昏倒的 很有名的一個小社區 它叫做寧靜小區 然後它就是進出 你必須要經過六層的旋轉樓梯 不管是往上往下對不對 你可能都要這個 但是有一個單向吧 它也只能單向 然後它是上面是開車 不是用走的 所以就覺得太神奇了 可能就只有我們什麼香格里拉 或什麼大飯店的一個地下停車場這樣 但是它的規律還有這個速度性 其實也都不慢對不對 然後你說他們其實還有一個動漫感 是它的纜車對嗎 它的這個鎖道 然後它就是直接橫跨這個長江 它已經30多年了 所以很多重慶本地人也是從小看到大的 就是非常一個有復古歷史的一種交通工具 你看旁邊就是那個橋對不對 那它其實就是兩條鐵鎖 然後就是固著一輛 就感覺上在卡通影片看到那種車對不對 然後橘紅色的這樣就飄過去 以前感覺上應該再打個鈴鐺 噹噹噹噹噹就車到 就有那種叮叮車的感覺 就是感覺上非常的就是復古之外 其實還覺得別有天地 就是現在覺得應該花錢才搭得到的遊樂設施 這個是他們的日常交通 那新加坡呢 填海造地 新加坡這個城市就是大家也非常熟悉 然後我們這次想講的 這麼小對不對 對也是一個就是沒有資源 然後他連水源就是都需要就是一點一滴的去存 然後存雨水淡化海水 再把馬來西亞的民生廢水引進來淨化 變成就是市民的城市用水 而且他們的綠化還蠻強大的耶 你可以看到到處都是那種感覺上 其實他是在赤道的這個赤道線上對不對 我們新加坡他很厲害的是他在立國之初 他們就知道他們的資源有限 然後他們就要做長期的規劃 所以其實當時就規劃了說要往花園城市的方向來發展 那他就直接把這個一定要多少的綠地的比例 這樣子是寫進他的法律裡面 所以包括就是酒店啊 我們這次有提到新加坡的香格里拉等等的 就是很多的酒店 你可能70%可以蓋房子 那30%一定要是綠化 對所以他們會想方設法的就是商業力量去推動 想要就是去有很多新的idea 比如說建築萬利面就全部都是執在 我覺得這也很厲害 那但是就會被開了窗戶以後有蚊子 因為到處都是森林的感覺 很實際的想法 但是其實真的就是你整個看到人家的執在 或者是整片牆上面長滿了那個綠建築的感覺 你就會覺得這個國家其實是很有前瞻性 因為現在的人空氣每天都是污染的對不對 你看台北也是 或者台中或者是高雄 大家都每天都在有一些空污的議題 但是如果你有了這些活的植物 他就可以幫你處理這些二氧化碳 然後給你新的氧氣 你是不是就覺得你每天一開窗戶就一眼綠 你就覺得人生是幸福的對不對 對而且你主要是看到這些東西都是可持續的能源 然後可以從便廢為保把這些廢水 然後進化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所以反而去提醒你說你不可以去浪費 不可以去污染 因為這些東西都很珍貴 有時候我就覺得我們是不是這個水費也滿便宜的 然後我們是不是用電 什麼大家都覺得平常的理所當然 一冷了就開冷氣 一熱就開暖氣等等 但其實在某些的部分其實你還是可以 按照你身體的比例 在稍微可以忍耐的時候 還是要解約一下這些水電能源 因為總有用完那一天 現在我們的浪費 未來的孩子就可憐了 對嗎 真的 就沒有了 你要不要生孩子 這個議題比較久遠 今天我們要非常謝謝 謝謝新一百忙當中跟我們分享 那這一期的向未來旅行很有可看性 然後也有很多的新的資訊 歡迎大家趕快去看一看 再一次謝謝你 謝謝 我們來聽聽郭靖的往未來飛的客機 4點152全主持的沒事來哈拉 謝謝 i like i like radio